甘悬案例 還是找西醫 西醫給你的就是擦藥、吃藥、打針 可是一直都沒有辦法根治 那是民國72年 到今年還是這個問題的存在 這個乾癩、牛皮癩這個問題還是存在著 後來初休好 還到一季季會 做了一年的體驗 然後師兄師姐看了之後 就說你這個是屬於體寒 嚴重的體寒 師兄師姐就是幫我用薑泥 薑泥、生薑泥下去敷我的手跟腳 因為那個時候手跟腳是嚴重的肿炸、流膿 還有裂、非常的刺痛 然後那個腳是腫到鞋子都穿不進去的 治療過程就是 一天就是要敷薑泥、早上敷薑泥 之後呢就是溫膚 用紅豆袋、溫膚還有睡那個水軟墊 然後溫膚好了就去爬樓梯 要運動 去爬樓梯 爬個差不多 剛開始爬是20趟 20趟差不多30分鐘左右 然後回來休息 午休之後呢 又開始溫膚 然後師兄、師姐會幫我按推 就這樣子的療程之後呢 來了幾次基金會 師兄、師姐都這樣子的幫我服務 還有就是吃的方面就是跟著要改變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女兒每天就是煮補補飯給我吃 然後炒菜都加那個薑跟辣椒 含涼的食物都不能吃 薑湯剛開始就是50克 6碗水煮成2碗水起來 喝這樣子 然後溫膚 然後手跟腳24小時 沒有包紅豆袋跟電毯的時候 就是用軟軟包 一直包覆著 讓它的裂開的那個傷口能夠修復 現在雖然說剩左腳 但是至少比剛來的真的是差太多了 我真的沒想到說 我竟然能夠這樣好 我的家人也覺得都真的很神奇 那個看起來就是差很多啦 那非常感謝張醫師 他這樣子的奉獻 他的辛苦 研發這一套原始點 是